什么?用四把玩具枪去抢银行竟然还真抢走了2500万美金 并在上百名特警的包围下成功逃脱 更加离谱的是,这是个真实事件改编 而且这一场世纪大起案的主谋阿劳赫正是这一部电影的编剧 他把他们抢劫银行的所有手法、细节 以及怎么在特警眼皮子底下消失全部写下来 拍成了电影,结果一下就卖爆了 结果比抢银行的赚得还多,就一个字,牛 2006年的一场语言 阿劳赫正在雨边躲雨 一辆飞驰的汽车见了他一身水 会不会开车啊?把手上的烟胶灭了,贵得很呢 突然,他注意到烟头掉进了一个井盖里 阿劳赫一抬头,咦?对面不正是当地最有钱的里约银行吗? 他脑子里突然就闪过一个念头 接着便顺着地上的井盖一路狂奔 果然找到了下水道的出水口 整个城市的废水都从这里排出 也就是说,这里能通向城市的每个角落,包括银行 于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涌上心头 他要挖地道抢银行 但这事靠他自己肯定不行啊 很快他就找到了几个好哥们儿 人多力量大 现在人走了但没有钱咋办呢? 因为挖那样的地道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 于是在好哥们儿的推荐下 他找到了一位职业小偷玛利奥 这个人既有能力又有钱 所以刚开始他还不屑于跟阿劳赫这种小角色合作 为了说服他 阿劳赫把他带到银行门口告诉他的计划 玛利奥心动了 当即决定加入他们做大做强 接下来就是制定计划 首先要弄清楚银行的内部结构 于是阿劳赫拎着相机就杀到了银行 近来就咔咔一顿拍 这么明目张胆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保安的怀疑 他直接把阿劳赫带到了小黑屋进行审问 可阿劳赫一点都不慌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因为银行地库就在地价市 只有这样他才能摸清布局 而保安在那摆弄了半天 也没有从相机里面找到一张照片 原来那层卡早就被阿劳赫给抠出来了 没有证据保安只能乖乖道歉 回去后 阿劳赫凭借记忆很快绘制出了银行的平面图 并精确的标出了金库的位置 可经过研究 金库不能直接挖通 他们只能把突破口钉在隔壁 也就是小黑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洞应该怎么挖呢 只见他在自行车轮胎上画一条线 然后从下水井盖处出发 一直推到银行的门口 数一下轮胎一共转了多少圈 再乘以轮胎的周长 就算出了井盖到银行的距离是7.1米 而井盖到下水道的深度是18米 这样一来 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都有了 根据勾股定理 很容易就算出斜边的长度 也就是要挖地道的长度 再用反正切函数准确的算出挖地道的角度 好家伙 这没学好数学还真干不来这活 他们开始挖地道 玛利奥又想到一个问题 银行的安保系统那么强 这样挖到银行肯定会触发警报啊 况且银行的大门咋也打不开啊 大家一听 瞬间懵了 晚上 郁闷的阿劳赫正在发愁 突然他想到 我为啥非得偷呢 我直接抢银行行不行吗 简单粗暴 于是他连夜找到玛利奥 说自己想要办法了 金库的门晚上是打不开的 但白天营业的时候是开着的呀 砸干脆就白天进银行 到时候缤分两路 一伙人光明正大的进银行抢劫 新火力 另一伙人从地下到银行的金库 开保险箱拿钱 警察来了也不用怕 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普通的抢劫 绝对不会想到 我们挖了一条地道 所以砸挖地道 不是为了来进银行的 而是用来逃跑的 玛利奥一听 恍然大悟 第二天 他们就正式行动了 为了不留下指纹 他们把胶水投在手指上 然后分成两队 一队去挖地道 一队戴好头套 拿着玩具枪 分分钟控制了银行大厅 即使被包围 他们一点都不慌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第一步 劫匪先押一名人质走出大门 然后假装害怕又退了回去 让警察以为 他们想从大门逃走 第二步 把保安放出去 这家伙手里有枪 溜着他也是个危险 正好还可以让他给警察通风报信 让警察知道 劫匪手里有多名人质 因此不敢贸然喘入 第三步 破坏监控 接下来就是挖通地道 两队劫匪顺利接上头 他们从包里拿出工具开始组装 这是一套特制的开锁工具 开一个锁只需要七秒钟 这一些保险箱都归私人所有 银行只收取管理 里面存了多少钱 他们也不知道 但如果被抢被偷 银行将成能全部责任 这一些保险箱 有的是空的 有的是现金 还有的是金条 住宝首饰 所以他们就像开盲盒似的 那叫一个刺激 而此时 外面的警察还一无所知 还在跟内大厅的劫匪周旋 而警匪们也是乐在其中 反正他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拖延时间 给开盲盒的那两哥们 争取充足的时间 接着警察还派出了谈判专家 而劫匪这一边 由马里奥负责跟他们谈判 马里奥早有准备 早在几天前 他就收读了警匪谈判手册 还专门报了表演班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表演更加逼真 果然 一上来他就给警察来了一个下马威 专家一听 嘿 至于劫匪专业啊 立马就招呼房顶的警察撤退 这11名人就想上厕所 劫匪嫌麻烦 直接把人给放了 警方还以为是谈判专家起作用了 立马就放弃了强弓的想法 谈再接着谈 而这恰好又给开盲盒的劫匪 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可就在这时 机器因为连续运转温度过高 停止了工作 阿劳赫一看 时间差不多了 快撤退 大厅上只剩下马里奥和警察周旋 其他人全都到金库 把现金和金条带装 用尖利的方式运到低刀口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 马里奥说他们饿了 让警察点几份披萨送过来 没办法 警察只能答应 而等披萨的功夫 劫匪们已经把所有的钱 通过地道转移到了下水道的皮艇上 现在可以撤退了 临走前 阿劳赫拿出了一块红布 把他们的武器全部摆了上去 原来这些枪全是假的 他必须要让警察知道这些 让他们知道自己被耍了 就在这时 劫匪匪到了 警察给马里奥打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 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带人往里冲 果然 劫匪已经跑了 经过了一番搜查 警察发现那个地道口 但上面绑着个手雷 也没人敢动了 直到大厅传来消息 说劫匪用的枪都是假的 那手雷肯定也是假的呗 警察立即钻进地道 但劫匪早已跑没营了 此时他们来到了指定地点 这里有提前准备好的梯子 而负责接应的团伙 提前把车停到了井盖上面 收到了阿劳赫的消息后 他掀开了车板 打开井盖 用升降机把钱遇到了车上 然后几人顺利逃离了现场 而警察这一边 还在呆呆地看着玩具枪 缓不过神来 劫匪们还给他们留了张纸条 上面写着 在富人区里不用刀枪 没有诱恨 只关金钱 无关真情 回去看看满满一桌子的战利品 劫匪们忍不住为自己鼓掌 他们迅速分王赃 纷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几个早都得带十几条大金链子 金戒只共是一个指头套好几个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设了 那他绝对算不上是世纪大起案 没过多久 一个劫匪报复之后抛弃妻子 妻子一怒之下来了个大衣灭亲 到警局把丈夫给举报了 说他就是那一起结案的劫匪 抢来的钱就藏在家里的天花板上 警察赶到现场一看 还真搜到了大量现金 当场就把劫匪给抓了 然后顺藤摸瓜 剩余的五个也逐一落网 至此震惊全国的世纪大起案宣布告破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因为被抓也是他们的计划 毕竟那些钱都是黑钱 如何洗白才是关键 由于他们用的都是玩具墙 也没有伤害人质 再加上他们偷的钱 很大一部分都是赃款 有关原贪污腐败都来的 还有的是干违法犯罪的事情都来的 那谁敢领啊 反正到最后 他们抢走了2500万 可找到源头的只有117万 剩下的自然被定义为不是抢的 这样一来 涉案的金额也不算多 所以这几个人没关多久又出来了 出遇之后 他们再次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而阿劳赫还不满足 就投资并参与制作了这一部电影 他在接受采访时 还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当我打开金库保险箱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们的犯罪和这里面隐藏的罪恶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好了 电影今天结案到此结束 下期视频见 拜拜